今天呢 我们第一个所谈的一场呢 就是我们的播音主持 也看到了两个高校同学们 所展示的魅力啊 最重要的是 让他们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啊 俗话说得好吗 这个长江大浪推前浪 是吧 前浪趴在了沙滩上 希望呢 你们能够好好学习 以后在毕业之后 能够做出更好的节目 奉献给我们观众朋友们 好吧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哎呀 送走了我们播音主持专业 毕业的学生啊 其实我心里边 哎呀怎么说呢 我真真想 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 播音主持梦嘛 但是我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自动呢 其实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 中央戏剧表演系 那么秀瑞呢 我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表演系毕业 都是表演 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一位 来自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优秀演员啊 有请青年演员赵 升台行表 哦 对对对对 那进行进行几轮考试呢 呃一试二试三试 一共三试 来给我们讲一讲呗 一试考的是什么 呃一试一般就是像海选一样的 然后就很多人 呃 机型调校匹也什么 对 那么我们第一轮的一般都是一个群体的 应该是一个群体的表演对不对 对啊 那接下来咱们也来一个群体的好不好 可以 好不好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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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同志们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上国际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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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们上 上 上 是吗 好不密 还有不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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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搞笑看来来来来 没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夸张啊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想 也是提醒一下 电视机前准备考一校的同学们 一定要解放你的天性 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形象 谢谢您那里 给我们赵宝 这个第一轮 群演小品过后 已经被淘汰了一些了 那二次考的是什么 还是升台行表 升台行表 当年你考的是什么 声乐我是唱了一小段歌 唱什么歌 一小段名歌 那就情景再现一下好不好 一个是老年鲜花 一个是美与无相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金钟花 像眼中 都有多少泪珠儿 曾经各旧 流到冬季 船游到乡